首先,我們會有一個維基分的期末專題報告 我這邊分成基本跟指定 基本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要 比如說Python Python的話 等一下會講一下Python怎麼用 這邊的話等於是總共有1、2、3 包括這邊7個 所以總共有10種不同軟體 不過大同小異不會很難 但是你還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要做什麼呢 這邊的話其中有9個 是要去求維基分的解 另外一個是畫圖 就是你給一個韓式 你要把圖畫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 這三個 就是 Python的話 我不曉得說同學好像灌得不是很順利 那我們現在 兩個人一組的話 其實只要有兩個 大概你就可以 假設有一個人有電腦的話 大概就可以來做 那題目在哪裡 就是說那到底我要做什麼題目 那題目在 在這邊有一個題目 就是這邊這一個 維基分的題目 那這邊的話你就點一下就進去了 那進來了以後呢 我們這邊有基本 你可以對照一下 我這邊就這三個 基礎微分 超越函數的微分 基礎微分 基礎積分的綜合練習 所以這邊這一個 基礎微分 好那這裡呢比如說這一個 假設是第一題 那你就要去把這個 答案 找出來 用什麼方式呢 用我們的軟體 來幫你找答案 那我後來想了一下 那你這邊的話你可以自己評分 他說我們都沒有回答 我們就隨便點好了 這個有的有算對有算錯 那也沒關係 你這個 答案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呢可以用 程式幫你把答案找出來 你也不用去算 那我們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八題 一到八 就是你要把這個式子 就好像在畫圖一樣 你要把它寫成 他能夠看得懂的一個形狀 那他就會幫你做解除 這邊的話有八題 所以 你就是要去 使用那個軟體 然後把答案找出來 這個是第一個 不管是基本或是指定 都要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 這一個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你就前面八題 這邊的話 不要做那麼多好了 這邊的話我們就用個這個 單數體好了 你單數體才做 那其他就不用做 那我等一下我會帶著你走一次 你說第一體 那第三體 第五體 那第七體 然後第九體 還有微分的話 做偶數體 比如說 你要做這一體的 積分 你要做這一體的積分 這邊的話 他這個就有答案了 你看這個 就是要把這個 這個答案 要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是20 就是這個 進去以後 就會有這樣一個答案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他可以有這些 一些答案 那接下來呢 好接下來的話就是有一個叫做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这个没办法跌跳 我没有设定 这个是在画图的 比如说 我打个Y等 这个等于是Y等于X 如果是X平方 这个X平方 那如果说 这个 除以 不单 除以4 那生号 那他就会直接帮你画出了 请问一下同学有看到吗 这个 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 你要把这个图形 要把它画出来 那画哪些图 我这边的话 我有规定 就是 比如说 做这一体的 你就是画基础为分的 1跟7的答案 那还有超越 函数的7跟3 那还有基础积分的 这一个1跟11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假设是这个 你就要去做这个35 这个55就算了 没关系 那就做一个好了 那33 那如果是这个 就是5337 515 就是你要把答案的图 所有的图 要把它画出来 这个数字是题目吗 这个数字是题目 比如说基础为分 比如说基础为分 假设到这个3的话 那你要把3的答案 你要把它找出来 那你可以看 我刚好猜对 所以3在哪里 就是5 除以根号X 所以你就要到这边来 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那按一个斜线 根号X 根号的话打SQRT 可以吗 S 那他就 他应该是这样一个角度 不是图我们是手画 还是到时候 没有没有 就不要你手画 像这边用好以后 等一下我会讲 就是说 你就把这个画面 把它copy下来 你按print screen就可以了 那我到时候 我再教你们 这是都是截图 可以吗 都是截图 截图的方式 去做呈现 这好像有的 好像怪怪的 因为这个 觉得这个 这个好像没有想到那么 黄家群 对吧 你的麥克风很吵 应该是风声吧 那这边你可以去更改 这边的话比如说 我今天这个是 不时 到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你要去做调整 这看起来就很漂亮了 这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这边你要自己去调整 这边的话有一个工具 你可以去设定 所以我们刚刚看起来很奇怪的 比如说 1除以X 你看 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了 或是我们刚刚说 这个是根号 根号的话叫SQRT 可以吗 那如果说 是分母 那你直接打一个斜线 它就会变成在分母 那次方 这边的话 或者说 有什么呢 S s s 等于 s 分母 等于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针对这一个城市 没有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 首先,我要S平方 这么平方? 这么平方? 刚刚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 看到吗? 这是S三次方 就打一个帽子 可以吗? 现在 应该可以 S 有什么问题? 对各位同学来讲 我觉得以后 有可能你会用到 你就不用自己画 你可以自己去更改 比如说我的Y 不要让那么多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看起来就不大一样 你自己可以去调整 看起来比较清楚 这样 那这边的话是 你可以做很多个 那我这边只是要 让各位同学知道 其实外面有很多的工具 你如果 会用的话呢 对你来讲 是帮助是很大的 那我不晓得说 他这个是不是可以 因为 因为有些的话是可以 这个 储存 那假设你今天 他这边也有一个很好的 比如说我今天画我X 然后 平方 就有了 然后 再一个 他可以分很多层 只是说这个东西他看不懂 看不懂 他就放弃了 这样 所以这里呢 有个键盘 那他可以帮助你 这个是图 那接着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看 那个Python 我们留在最后看 接着呢 是这一个 SYMVOLAB 这个呢 他限制比较多 那限制比较多的意思是说 他 没有办法 直接输入 你要直接输入的话 你要去注册 那我们不要注册 所以你就去更改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你要去找 好 你看我这边的话 你看他 他这里呢 好 好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顺便讲一下 我到时候会给你们这样一个软体 这个是网路上可以抓的 那你可以先设定 这个Preference就是你的喜好 最佳设定 Destination呢 就是你的 这个减下图要贴在哪里 那比如说 我可以贴在Word 我可以贴在 我现在要贴在这个小画家 这样就OK了 那我要这一块 我就按这个键盘的Preference screen 它就出现实质 那我就把它 用过来 那看你要贴在哪里 比如说贴在新的Word 这边就有了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不定积分 定积分 那我们这边的话都是不定积分 好 那你就去 好 那这边的话 这个 它很特别 你没办法打 我那一天我打得好生气 还是没办法 诶 现在可以了 原来我那一天是不行 好 现在可以 那你按搜寻 那答案就出来 你看它这边就有了 那你就把它贴 贴到这个 Word那边就可以了 请问下面什么问题 可以吗 这个一样 这个非常的简单 你看 所以我才跟各位说 其实有些时候 这个 并不需要 这个 学太多 因为人家都帮你做得好好的 而且真的很厉害 好 那或是Sine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Sine X 你看 那答案就出来了 好 那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去试看看 自己试看看 那 接着 那 微分 微分的话在哪里 这边就有微分 微分 比如说Sine X 就打Sine X 然后呢 我按搜寻 答案就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用背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把这个字值呢 把它打进去 或是有些时候 他可能还有 类似这些东西 那我们Log的话就是 那个Log的话就是 它的这个底处是1 你看这样就有了 他是求解 他都帮你用的好好的 他跟你讲说要怎么做 他跟你讲说要怎么做 好 那甚至呢 这边他还跟你讲说 这个结果的图是什么 好 那你也可以看他这边有些立体 假设 你想要多学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从这边来看 你看他就帮你把 这个结果呢 都跟你讲得好好的 这个是 大家都要做的 这是这一个 大家都要做 好 好 那Python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 这一题是谁的 第二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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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的 我们的 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去听一下 好 就在这边 好 好 这个软体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好 那如果你点选有问题的话 是因为我现在这边有IE 好 这个IE它 不希望你用IE 好 所以我是把网址贴到这边来而已 好 然后你去注意 好 它这边有 好 这个Dipensual Equation 好 看到哈 这个是维分 那你就点选维分 诶 不对 这个是维分方程 不是维分 找一下 Dipensual Equation 在这里 不好意思 在这边 是这个 我刚刚 看错了 这个 这个是维分 好 那我们就点选 好 那我们就点选 好 那你看是要哪一种 好 你看是要哪一种 好 那 好 那看是哪一种积分 我们都是不定积分 好 那你在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打 好 那这个是答案 好 你看 所以它这边呢 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S的五次方 它也是用这个东西 好 可以吗 好 那比如说 我今天的话 好 那 前面它有一个INT INT的话代表说 它要做积分 因为它这个软体 很强 它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做 好 所以INT的话 等于是代表是一个指令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个SINEX 好 那我们就打一个这一个 好 它就说欸 SINEX 你看它都帮你把这个图 好 好 给它大一点 好 它还有Upload 好 那这边它还有一些键盘 假设你今天你要用它键盘也可以 好 那所以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这个是一个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积分 还有什么呢 还有微分 好 好 我们刚刚是这一个 好 然后 好 好 我们要的是微分 好 那你这边就随便选一个 好 那你就先试看看 看它怎么说 好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 前面就要加这一个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 COSINEX 好 那我就按这一个 等于 好 那答案呢 好 就出来了 那这边有时候你要去看一下 好 这个有时候等于的时候 他有时候他会看不懂你的符号 好 这个还好他看得懂 好 所以S三方 COSINEX 好 我去做 微分 你看他就帮你算出来 好 那还有这个图 好 所以这边呢 有微分 也有积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 好 下一个咯 是这个 这个C1MES 这是谁的 好 好 徐湘婷 黄家群 对吗 对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 好 那这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好 那这边就有说 微分 积分 所以等一下我们点了以后呢 好 我们要去用的时候 他会再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好 那你要选择主题 有看到啊 这边有一个 好 这里有一个选择主题 你要选择一个主题 到底你是要做微分 做积分 做什么东西 你要选择主题 好 那他就会出现 好 那我说我要做微分 好 那他这边有换例 可以看 好 那比如说 我就是要做 X好了 好 好 好 那这边 答案就出来了 好 看到 那你这边马上看 你看他这边答案就有了 好 好 那这边的话你也可以去做 好 那他这里还有跟你讲说他是怎么结的 不同的结法 好 好 那最后的结果 好 这个是 微分 那积分的话呢 比照办理 好 我们就选择积分 好 那答案就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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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 这边 这答案就有了 好 其实你要有些东西很难算的时候 好 你可以透过他就可以来算 好 好 那这个的话 他有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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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要算这样s二分之一 好 看看 好 好 他有答案就有答案没答案的话 他也不会算好 所以 好 那我们把它剩下一个s 好 好 这个他有办法算出来 好 可以吗 好 这个是 好 这个 好 好 那 这个Mansway 这个是谁的 Mansway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 这个王元佑跟江最伟 江最伟 王元佑在吗 提一下 好 江瑞伟 王元佑 这一个Mansway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就在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你就 点选 好 这个 为积分 好 那这边你就可以打 你看他这边有一些东西 看你要 微分积分 好 这个 积分 s 好 那 好 平方 好 那就算算看 答案就有了 可以吗 好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一个右边 好 你看右边右边就是我们的 要积分的东西 好 那这边就有 好 好 那微分的话呢 好 记得有 好 记得有这一分 好 好 你先看看 好 好 他这里有跟你提示 我要的是这一个 好 好 好 所以好 这边的话 所以好 你就是要这样打 好 他这边有跟你讲 你要先打一个D 再一个除以DX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他这边都有 好 就出来了 好 这边什么问题 好 这个 要做积分的话 你就是按 这边的符号 你说要做的是 S 好 好 好 激分 好 那这样 好 那答案就出来了 好 那如果说你要做微分 你就要自己打 先打一个D 好 然后除以DX 好 那他这边有一些让你很快的 好 所以如果一样的话 你就A 打一下 好 因为这个可能是S平方 再打一下 好 他这边 很方便 他就已经帮你想得好好的 好 那这边答案就出来了 好 就是等于好像是你在玩耐 好 你 你这边呢 你请求帮忙 他就帮你把答案就做出来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接着这是Microsoft Main Solver 这是谁的 好像没有人抽到 第四个没人抽到 好 那 那我们还是看一下 我刚好没有 没过 刚好 没有 这边呢 就是我要做的是微积分 我就选择微积分 我要做微分 就打这一个 那你看 你就先请他用个范例 那这边比如说 X2S然后Stop 答案就有了 还有包括这个图都帮你画出来 那假设呢 平方的话都是一样 你就用那个箭头 4S就有了 那积分的话 这边有个积分 那你看你要哪一个 就选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 我们看他会怎么样 这有时候他会算不出来 可能要等他一下 出错了 算不出来 那我们再给他一个积分 那我给这一个 你看他就帮我算出来 这是一个 那接着我们继续看 是这一个 这边的话有两个 两个这个不同的网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上面跟下面 两个不同的网站 一个是做积分 一个是做微分 那这个是谁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陈毅杰跟哲伟的 那我们先看微分好了 我们看微分 等一下 这个都大同小育 那他这边呢 他已经跟你讲一个换例了 我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就够 那答案呢 就做出来了 那比如说 如果我要自己打的话呢 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 sine x 就够 就有了 我input的是sine 那我微分以后呢 他得到cos 那还有就是 这个结果 你看他这个 服务很好 你原来的po型 最后的 维分以后的po型 那 那比如说 我们这边再加一个s 好了 看会发生什么事 他就跟你讲说 那甚至 他这边一个show step 是不是会跟你讲说 他是怎么帮你算的 你看他 这个 他就跟你讲说 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是你点哪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怎么算的 这个是微分 那我们刚刚说 还有一个是 积分 这个是积分 那同样的 他这边有一个换例 我输入的是 这一个 那他的结果是 这一个 这是 做一个积分以后 得到是这一个 那如果说 你怀疑他的话 他也跟你讲说 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做了什么东西 其实真的很复杂 那他这个很好 就是他会帮你 把这个坡型 因为有时候 未来假设 你到了更高 高阶的时候 可能有可能 你要去看他的坡型 那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 自己再去画 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是 这个5 那我们接着是6 online online的话是谁的 王少瑜 张俊胜 王少瑜 王少瑜 那這邊的話 它是說 Ssinx 我們要針對它 做 一次的 微分 這邊有一個計算 你們看到 它說你現在你input的是這個 那你按一個計算 那我們現在的話我們用一個簡單的Sinx就好了 然後計算 Calculate 它說你輸入的是Sinx 那你做的結果呢 答案的話 是什麼 那一樣我們來給一個S平方好了 S平方Sinx 那我去做微分 你看 他都幫你把這個 那同學就是要把這些東西要把它貼過來 好 你看 答案就有了 這個是 微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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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Calculator,就是我就按这个 不是这个,我们从头好了 就是你去点选这个 那他就会出现这一个,然后呢 这个是你要输入的 你在IE的画面的时候,他这个很难用,所以他会建议 或是我们这边建议你到Chrome 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他已经帮你把结果算出来了 那我今天的话呢,我是 Ssin 那我今天把 这个把它拿掉,变成是一个Sin 我要针对SinS去做微分 这个是计算 SinS,你看这SinS做微分 那这个就是结果 那你们就是把结果把它贴 贴到这个答案那边去 或是我今天要做一个S平方 SinSinS SinSinS 那我就 点一下 那他这边就计算,那答案就出来了 SinSinS 那积分的话 看一下 好,这是Online一个Delete 看一下 以下来 在這裡嗎? 在這裡嗎? 一個是積分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這個 微分的 我們再看積分 這邊這個就是積分 看你要積什麼 這個是他輸入的 他就會把答案 就會幫你算出來 這個我也貼給你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算的是 在 在S 那我們就計算 看他會怎麼樣 在S 就出來了 S平方算S 答案他就幫你算出來 這個是 好 那接著呢 是最後一個 這一個 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兩個 這是誰的? 我們的 OK 好 好 那個 好 這邊呢 這個 就是 微分 integrate 這個是積分 好 那我今天呢 我要做的是 微分 就 微分 好 然後呢 看你要什麼東西 你看他這邊還有跟你講說 你S平方的話你要這樣打 開根號的話你要這樣打 那如果說這邊還有一個3的話你要怎麼打 這邊的話都有跟你講 好 我想其他也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邪法 好 如果你打不出來你可以問我 我可以幫你幫你試看看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 這個來看看好了 好 那答案就按一下 所以你要 我以為是這一個 那答案的話是這樣 這個是 那這邊擠不下了 那如果說幾分之幾 那這邊都有 好 那如果我要為這樣一個東西 你看他就跟你講 這個答案是什麼 好 那如果我今天也在做 他一個 S 好 那他會怎麼算 他都跟你跟你跟你寫出來 好 好 那你們就是要把這個東西要把它 貼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報告書裡面 好 那還有一個 是 積分的 這是積分的 我想他這個很好 他都跟你講說要怎麼怎麼寫 好 看是怎麼樣 好 這個答案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再一個 算S 好 那他這邊 他跟你講說 他看不懂 因為 這個Sign的話 你必須要給他一個括號 好 那他這邊 就是要照他的一個模式 那他這邊有跟你講 他是怎麼做的 好 那請問一下 沒什麼問題 好 我們休息到7點 可以嗎 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報告怎麼寫 好 那請問一下沒什麼問題 我們休息到7點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報告怎麼寫 去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說 2點 這呢 等一下我們再說 你來吧 好 電子 我先走 再說 兩人 我現在 魚 是